網站月娥 這個場地給我們來做意外之求的分享會 意外之求菅義之外的求犯 我們也做過了歐山時刻的古市歷史訪問 有很多當事人都跟我講錯 其實了解PAC 之後 萬念即非 事也沒生 心理電記的其實都是家屬 當時尤其在那種非常敏感恐怖的氣氛中 家屬所持在社會承受的壓力 做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有一個非常 後來經營友情的企業家他去關了三年 他們家只有一個親友曾經去過 你想想看那種被固執的那種 那種智慧多麼的不好受 那接下來我們是投稿的經驗分享 我們請那個中央研究院 台灣史研究所鄭品昌老師 鄭老師 鄭老師你要不要到前面 各位來賓大家好 因為我負責要講我的口述歷史經驗 可是我很緊張 我其實有點 口述歷史經驗其實應該是許老師來講 可是他要求我要講 所以我就講 他說要講十分鐘 可是剛剛我問這天管說五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先講 其實我先非常感謝人權不管給我們這個機會 就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案子 那我也很感謝許老師可以把我們抓進去 從事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大概就是我所有從事過口述歷史以來 最有效率的一個案子 我們非常 整個動作非常快 而且非常有效率 其實我自己也做口述歷史的案子 再另外做 可是我都不敢把它納到正式的計畫裡 我都偷偷一個人慢慢做 因為這樣 因為口述歷史有時候是不可預期的 受訪者的狀況 我覺得有時候不太有預期 所以我常常做口述歷史非常沒有效率 那這個是算是我們做最有效率的一次 而且很快就把書出版 那我們其實更感謝受訪的人 願意接受我們的訪談 然後把這段歷史留下來 這是最重要的 那口述歷史其實跟文獻史料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我很早就接觸到 那百姿恐怖的這些文獻史料 我以前是在博士館玩檔案 那我想李主任 李所長應該非常認識我 他非常認真 他每次星期六星期天都會到博士館 對不對 假日假日 在談暑假之後 都會到博士館去看檔案 那博士館那個最重要的檔案 就是說我的管區 講中正總統檔案 大西檔案 講清國檔案 所以他很認真 所以我幫他給我很多工作 辦了很多檔案 那另外一邊就是 剛剛從軍務局移過來 我那時候管區裡面有分兩邊 一邊是老獎的檔案 一邊是受難者的白色恐怖的檔案 那時候看檔案的經驗是非常陰森的 而且可怕 因為我那個檔案公司本來就很冷 很溫 很溪 本來就很冷 然後暗暗的一個人在那邊把檔案抽出來 裡面有受難者被槍斃的照片 遺書還有判決書 各式各樣的 其實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還沒開放 那剛剛從那個軍務局移出來 那所以我那時候對於白色恐怖 基本上是有一點抗拒 可是後來萬萬沒想到 很多工作都跟白色恐怖都會連接在一起 那尤其後來我做的很多可視率都跟白色恐怖有關 那其實我做口述歷史的時候 其實跟看檔案的感覺是完全兩回事的 那看檔案的時候其實是 檔案就是擺在那邊 那他非常清楚的呈現一些事實 可是口述歷史其實跟檔案 檔案是不會講話的 你要自己去看 那口述歷史你可以教他 你可以發問 你有什麼疑問 你可以不斷的去問他 那另外他是有感情的 他會回應 他會有笑聲有哭聲 那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鮮活 這樣的一個歷史跟看檔案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就做台灣史研究來講 其實我們非常依賴口述歷史這一部分的史料 那所以這一部分史料其實對非常重要 尤其是對那一種邊緣的 常常就是隱微的那種歷史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敲開的一個 這樣的歷史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可是口述歷史其實很累 其實我們這個計畫 所以也很感謝我們區老師去找到一位 很不錯的整稿人 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口述林健林 他整個稿子也非常不錯 那所以這個稿子其實整個過程 其實是很多方面有集合起來的 那這個整稿的過程 其實是我們在做口述歷史常常遇到的 就是我們也找不到 目前很難找到那個年輕人 可以台灣話非常流利喔 聽得懂 其實有一些人還客家話也會 那會當然國語表達能力 書寫能力都很不錯的人 其實我們非常需要這樣的人 那更重要就是說 有心做這些方便歷史的人 我們現在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學怎麼樣 其實我們非常希望 更多有志於台灣史研究 或是歷史研究的人 可以願意投入口述歷史這一塊 因為我們真的非常需要這樣的一個 我們也希望很多的口述歷史經驗 可以有更沒經驗的人 來一起來參與 那這個歷史其實 口述歷史最重要就是說 它其實有很多的常常可以發覺 不只是可以問而已 還可以發覺到很多的東西 我記得我去拜訪那個鄭撒俗女士的時候 他有提供我一張照片 一張圖片他爸爸畫的 就是他爸爸在獄中畫 他跟他妹妹的那個圖片 我看到那張圖片 其實我那時候心裡很難過 其實那個感受那個衝擊 其實是因為我剛好也有一個女兒 大概就是那個圖片那個樣子 就是這樣 那我第二個女兒現在還沒出生 其實我在想說出生的時候 他們大概也是像這樣的一個場景 那有時候我會很想 就是口述歷史可以讓你回到那個 去深刻的想像那個當時的情境 那所以我當時看到那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在想像說如果我是一個受難者的話 我也有這樣的一個家庭的話 那我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時局 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口述歷史最重要的是說 它不只是文獻 只是獨而已 它可以帶我們進入到那個歷史的情境裡面去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也很希望說 可以有更多的同學願意來參與這一塊的 其實不一定只有白色恐怖的歷史 包括其實我今天早上也剛剛去訪問那個 有一位老太太他其實 他不是白色恐怖的歷史 他其實是台灣有一位很有名的一個文化人 就是王景泉 他開了一家餐廳 然後叫山水亭的餐廳 我想如果你讀全生的 呂賀若的張文環的 任何的台灣文化人 他們基本都會去山水亭吃過飯 那像這樣的一個 其實一個餐廳 其實我們後來都找不到他們的任何相關資料 除了這些字記裡面 會說到他們去山水亭吃過飯以外 我們其實找不到太多資料 那後來我們去訪問 今天像 今天我就覺得豐碩很多 去訪問的時候 他們就提供我們很多照片 我們可以拿到 然後跟我們講說 當時他們其實有什麼菜 什麼菜 其實有一些小的歷史 其實是需要口述歷史去建構的 所以我們需要各位同學可以 大家一起來參與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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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張老師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